- 射射! 射射! 射射射! 嘿大家好我是MNike,就位於一夢火一夢 接下來來講一下這次萬聖節鬼怪活動的SP關卡 這次的SP關卡對於練度比較不足的朋友難度會有點高 等級有個150上下應該就有機會打 但角色的星數、專武那些的要求也是很高 今天的解說會給出一個簡單的辨識方式 讓大家可以判斷自己要不要去挑戰 但這個判斷方式只是簡單明了 並不代表上下線 有可能判斷能打 但卻很難打 有可能判斷不能打 但卻其實可以 因為只是超級快速篩選 準確度會有一點低 還請見諒 那先說結論 練度足夠的情況下 能出新黑刀就是2或3回 只能出物理刀就是3或4回 就是做一些手動操作 就可以少一回降 如果你比較懶的話 全AUTO的話 能新黑就3回 只能物理就4回 可能會有更極限的 但我這邊測起來 大部分的陣容會落在這樣的成績 以下就針對每一個MODE的狀況慢慢解說 也會給一些陣容可以參考看看 可以看資訊欄的章節跳轉自己想看的部分 但這部影片的編排是循循漸進的 前面講過的東西不會重複講 所以還是建議有空閒的話可以照順序看一下 首先是MODE1 不管你是要2、3、4、5回殺 MODE1的打法基本上都差不多 只有比較極限的2回殺 以及物理的3回殺會要操作 MODE1就是會召喚小幽靈 不滿3隻的時候就會召喚滿3隻 所以你一次的範圍招下去最多就是3隻 極限來說大概剩30秒左右可以打完 如果你只想偷懶的話MODE1就是放日盒或母音米 或者是都放 然後放宮殼、琴姐、Akira、六星咲戀、萬事美美、泳裝狗拳、卯月、基塔、優妮等等的角色 喜歡的話放個克總或是0也可以 然後AUTO這樣就可以一隊通過MODE1 需要注意的事情是這個MODE1沒有辦法用泳裝咲戀 因為泳裝咲戀出動的補TB會被推斷 那前面有提到判斷要不要打的簡單準則 這邊我會覺得你至少一隊要能打完20隻以上 也就是1.5隊左右能收MODE1 才會比較好面對MODE3的高血量 但畢竟MODE3是用聯盟戰陣容去打就好了 所以聯盟戰角色很齊全的朋友也可以考慮挑戰看看 再來講講使用星黑的打法 先說兩回殺的部分 星黑兩回殺有兩種打法 一種是物理隊打掉MODE1 然後星黑打了23 另外一種是物理隊打掉MODE1 然後星黑打3 實際上來說我會覺得物理隊打1、2的成功率會高一點點 這樣星黑到就可以Auto就好 如果要用物理隊一隊打掉MODE1加2 必須要30秒左右打完MODE1 陣容的選擇也會比較局限一點 就幾乎只能放很一線的陣容 操作邏輯就是放日和然後手動 等三隻幽靈出現的時候一發UB秒三隻 然後重複此動作就可以做到30秒左右打掉MODE1 比較尷尬的是滿練度的日和在這邊傷害有時候會有點少 需要一點BUFF幫忙 我自己使用的操作方式是配Akira跟攻殼 在第一次BossUB之後開Akira 那Akira的BUFF沒了之後呢就開攻殼 這樣就可以維持日和的輸出能力 確定能秒掉後面兩隻小幽靈 你可以多放一個範圍輸出角 我這邊是用卯月也可以用萬聖美美之類的 開日和的時候是注意看日和的TP 只要揍下去沒有滿就代表有小幽靈沒死 這個時候就再開你多放的那個範圍輸出 基本上就沒有問題了 極限一點的話我測試過27秒左右過MODE1 還是有機會成功的 只是進MODE2的地方運氣就要好一點 剛剛提到四隻馬 Akira攻殼一個範圍輸出日和 剩下一個就要放單體物理破防 是為了打MODE2用的 原版月月六星靈都是不錯的選擇 只要你剩下的秒數足夠 MODE2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反正就先開BUFF再開破防 然後開輸出就沒啥問題 這邊要注意的是不能放永月 因為對方有小弟放永月會沒有破防效果 另外再提一個配陣思路 這邊也可以選擇用六星咲戀去補日和 陣容就會變成功可六星咲戀日和原版月月 沒有辦法放0是因為0在日和後面會搶走被咲戀補的位置 最後可能放一個母一米或是Akira之類的 也是有機會用類似的打法成功 咲戀就充當上一個配陣方式的範圍角色 其餘操作就都一樣 只是練度不同整個打起來會不太一樣 我測起來是第一個配陣法比較簡單 一刀兩個MODE之後剩下就是新黑刀 如果沒有四次花或攻殼傷害量會稍微有點不夠 如果傷害不夠的話就會變成用物理也是差不多 或是你可以連點搶開來試試看 再來提第二種兩回殺 用新黑打兩個MODE的 這個打法強制需要泳裝咲戀 MODE1就隨便打 反正一隊有打過就好 MODE2用這個陣容進場 全程所有人全連點搶開 運氣好一點的話 兩三次就可以用這一隊打完MODE2跟3 物理1加2的打法會比較耗神 但體感成功率高一點 新黑2加3的打法就無腦連點 但成功率體感沒這麼高 可以自己感受看看 再來是物理三刀殺的打法 第一刀要使用跟剛剛兩刀殺的第一刀一樣的打法 要用一刀物理打掉MODE1跟2 然後MODE3就需要兩刀來打 陣容也很簡單 就當聯盟戰物理隊放就可以了 放一個Akira 放一個琴姐或是攻殼 放兩個破防放個輸出 可以用自己喜歡的角色上 MODE3的第一隊要打到前面那個鬼魂死掉 但最好是可以多摸一點BOSS的血量 不然他血真的有一點多 又會開無效盾很麻煩 好啦如果以上內容你都有看過去的話 有新黑的三對殺 沒新黑的四對殺 應該都大概知道怎麼打了吧 就是來補充一下MODE2的打法 其實MODE2就是強制要你速戰速決 因為他UB非常快 你只要被打個幾次 角色血量就會少到沒有辦法扛住他這個UB 理論上是打不完90秒的 比較容易成功的打法是用泳裝咲戀 補一下TP的打法 這樣就物法都有機會過 如果沒有泳裝咲戀就要用物理隊 然後放一個貓賊或泳裝貓賊 其他的部分就當聯盟戰打單體配就可以了 這樣再搭配剛剛前面的內容 所有的MODE1打法 MODE3打法 就可以做到全AUTO 有新黑三對殺 或者是全物理四對殺 以上就是這一次的SP關卡攻略啦 這次的SP說真的有點東西 雖然他MODE3還是被新黑鬧著玩 畢竟沒有大槍盾 跌到後面一發800萬真的是扛不住 但我還是覺得他設計上挺有趣的 這一次我也算是研究了一下 並在這部影片把我研究的東西分享給大家 希望可以幫助到大家推這個關卡 最後再來提醒一下活動關卡RNG 也就是隨機要素是比聯盟戰嚴重很多的 所以以上的打法都會有運氣不好失敗的機率 可以自己嘗試看看哪一種打法適合自己 那今天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我保護了 Summer Bright Force 我保護了 我保護了 Aurora Sanct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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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mmer Bright Horses もう一人の私 未来未来 待ちで ニューイヤーバースト 皆様と得た勝利でございます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